买不买,买不买,买不买不漂亮 买一个最漂亮,你老公爱你 我说这样,他们就哈哈哈哈 你好,大家,我叫Sally 今年15岁了 我从前不再来 我真的很开心来到海量 卫古语学校 我喜欢ballball,打篮球,study中文 我喜欢这里的同学 喜欢学校这里的 柬埔寨,英文,中文,韩国话,日本话,菲律宾,马来西 Within, Germany, Italy, Spain, French, Vietnamese, Thailand, Russian, I learn from tourists 我妈妈爸他们很难的 家里没有钱 给我度数 给我买吃 我就早上上水上屋买东西 一天十美金,十五美金,二十美金最多 七岁我去买东西的 第一次买两个月没有钱 一美金都没有 没有人买东西我就哭了 然后呢我去爬肯山 很多中国人我跟他们说 一点点中文,一点英文,一点中文 我买东西赚钱给妈妈了 以前我读书两个小时就来买东西的 现在人真读书了,不用赚钱 以后想去北京大学 他是一个非常爱学习 学习能力也非常强的一个小孩子 在这个年纪能够很好的处理 和同学的这种关系啊 在这边自己生活也非常的独立 同学觉得他非常聪明 能够说很多国家的语言 一开始同学们以为他年纪很小 后来发现其实和我们大部分同学 都是差不多大的 这么小的年纪 而且能够承担一些家庭里面的责任 非常厉害 沙利目前在进行汉语基础的学习 包括拼音和汉字基础 他虽然口语很好 其实不太认识中文字 拼音和汉字是我们以后学习 单词和文本性内容的基础 所以他现在相当于在打地基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我们开始了国内的英才计划 既然国际上也有这样的孩子 通过我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力量 对一代路沿线国家能够有到一些积极的影响 影响到这个孩子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传播 沙利其实是我们第一个国际英才 海量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冯海良先生在偶然的机会上 看到了沙利的这个视频 觉得他语言天赋很好 又很聪明 但是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 所以想到能够让他到中国来读书 帮他完成学业 找到这个沙利这个孩子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沙利也好 包括他的家人也好 是不太信任我们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到他们这个家庭里来 为了建立跟他们的信任 所以我们也到了柬埔寨 给他们表达了我们的诚意 也邀请他到了我们学校里来 来到这里以后 他就每一天都在说自己想来中国 他爸爸哭着说 是沙利的这份恒星打动了他们 考虑到了孩子的学业 以及他的成长 最终选择还是送到海量来了